女,别透支你的生育能力 生育对于一个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所以如果女不能生育的话,在家里的地位就会下降很多 现在不能生育的女性越加变多了,这些在另一个领域成功的同时,却让自己失去了生育的机会 现在很多女孩子都追逐着不同的爱好,在追逐成功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健康 有些觉得怀孕的计划比较远,所以对于身体并不是很重视,这样就会让他们产生一些误区 现在有很多的坏习惯让让他们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如果大家想身体健康的话,要杜绝下面事件的经常发生 专家提醒,几种透支女性生育能力的不良习惯,应当引起注意 一,过度减肥和低脂饮食许多女性未追求鲜瘦的身材想尽办法,但研究显示,过度减肥可导致不育 专家解释,女性的身体脂肪会把男性荷尔蒙转化为女性荷尔蒙,同时提供生产所需的能量,所以脂肪对女性生育能力很重要 体重过轻的女性不育的机会最大,因为虽然这些女性的月经似乎很正常,但其实她们已失去怀孕能力 过瘦女性起初会停止排卵但继续来月经,再瘦下去就会完全停经 二,多次瘦流产的次数与发生不孕的几率成正比 一些年轻女性不注意避孕,以为年轻身体好,就用瘦来作为补救措施 殊不知隐患就此潜伏下来,多次肱瘦产亦导致盆腔炎,从而殃疾书卵管发炎后堵塞,发生不孕 而且,反复宫流产还会使子宫内膜变得很薄,日后一旦怀孕,胚胎就像杀得里的小苗 为了争取养分,只好拼命往身里扎根,分娩时胎盘不能自动免出 更严重的就成了胎盘植入,和子宫肠成了一体,医生值得将子宫切除 三,长期吸烟一些年轻女性把吸烟当作时尚的行为方式,却不知外表的潇洒带给她们的却是无法追悔的痛苦 烟中所含的烟茧和尼古丁会造成全身血管病变,子宫血管因此受累 怀孕早期容易发生流产,到中期发生怀孕期间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认高症 长期吸烟还会伤害身体的整个激素系统,影响卵巢功能,导致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不孕症 四,不良行为 一些年轻女性因交友不慎或有多个性伴侣,往往会感染性疾病 而女性感染性病的概率远远大于男性 如果女性不幸感染了性病,因为处在潜伏期,一时还看不出影响,但不知不觉地引发了盆腔炎,造成不孕症 从女性生理健康的角度而言,不提倡惊奇性爱 因为这样容易导致两种危险,盆腔感染和子宫内膜异味症,而两者都是摧残生育能力的杀手 平时,宫颈是闭合的,防止细菌进入盆腔,但经其宫颈松弛,保护能力下降 如果这时有性生活,就很容易使细菌和血液进入盆腔,从而引发感染 更严重的是,如果逆流的精血在盆腔里残存下来,就会造成子宫内膜异味症 5. 将生育年龄推到黄金年段之后年龄的增长对女性生育能力影响非常大 从女性的生理规律来说,生育能力最强在25岁,30岁以后缓慢下降,35岁以后迅速下降 44岁以后有87%的女失去了受孕能力 另外,女性与男性不同的是,男性的精子每30天就更新一次,而女性的卵子是从一出生就相伴的 生活方式,环境,年龄都会影响到卵子的质量,年龄越大,意味着卵子质量受到外界空气污染,电磁辐射,各种化学污染的机会就更大 女性最理想的生育年龄是26岁到30岁,即使因种种原因必须推后,也要尽量优化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环境 6,压力过大正直生育年龄的女性,如果长期处于极大的压力下,会使卵巢不再分泌女性和尔蒙及不排卵 月经也就开始紊乱甚至变成无月经,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不太容易怀孕了 学做个精致女,如果你是女,就应该给自己一点时间学做下生活中的精致女 因为在这个宣扬个性的时代,女很容易只看见表面的张扬,迷失了自己 7,感染低虫性阴道炎等疾病低虫感染时,阴道的pH值一般为5.0到6.0,而正常阴道的pH值应为4.2到5.0 阴道内环境酸碱度的改变会使精子的活动力受到影响 另外,低虫能够吞噬精子,且患低虫性阴道炎时,阴道内浓性分泌物大量增多 分泌物中含有大量的白细胞,这些都会妨碍精子的成活,使精子数量减少,活动度又不好,就很有可能引起不孕 但这并不是不可逆的,大多数在低虫病治愈后,生育能力也可以得到恢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